C在复形下 它C在写的时候这一点就少一点 这一撇长一点 然后这个束发呢 就经过这一撇 然后这个横放是一个重点 那这个撇就是要小心 你要先回风再出来的时候 它就不会粗细 太粗或太细 那这一点再点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边等一下会有个新的点 所以不要把它压得太下面 那这个平时四边形做好 这个勾要对的中间 然后这点可以有互相呼应的一个角度 那这个线就是 这个稍微往上 那最后再写的时候 这个先出来一点 然后再回风 回风到这边再慢慢的出来这一撇 然后这个 这一个弯勾可以稍微比这一撇要低一点 然后到这边做完整个 做完整个一个横画 然后来回动一下笔毛 然后把笔蹲好再出去 那这个再笔画少一点的话 它基本上字就 那个笔画就粗一点 然后再经过这个交叉点之后 再用这个来当参考再出去 再出笔 这样就不会一次出去之后 这个角度也不对 这个角度也不对 所以大家看这两个角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 三角形 把这个角度想好 所以在写字的时候 如果去注意说 它白色的地方 应该长什么样子 这时候会帮助你 在写字的时候会好看一点 那到这边之后 这边就只要让它粗一点头 然后再拉下来 那这个就可以比这边 要稍微长一点 因为短的话就不好看 然后再插这个空隙 不要挤得太靠左边 有时候大家会想说 一个字一个字 空隙要弄到正好 但是这边 因为等一下下面 有这一个横画 所以你可以稍微 往右边推出来一点 让它可以靠近 这个另外三分之一的这条线 然后最后再想想看 这一个横画要放在那边 这个钱就是一点小点 然后再一个大点 互相呼应 那这个横画应该要够长 你就是要把它放下去之前 再往另外一边再推多一点 这时候就差弱一点点 它这个横画就不一样 就比较好看 所以要落笔的时候再想 我再落左边一点 然后你要往上行笔的这个角度 最后就是要一个比较重的点 把它压下来 这样就会全部都往上面跑 那这边就是要有一个向背的观念 这个月 这边稍微关进来一点 然后最后这个刀子旁就是往这边拉 然后最后再有一个钩把它拉 这钩你看这个都会比它要再突出来一点 然后再往下拉一点 再往下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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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